即时新闻综合报导立法院财委会上周五片面发出公文宣告记者媒体与会议进行时不能进出九楼大礼堂会场需改做在狭小阁楼区引发在野党立委与媒体不满 有人直指立院秘书长林志佳为通知所有财委会立委就善诉决定 对此林志佳则称自己是因应需求维护立委安全 综合媒体报导林志佳在设访时表示会议是改制会尊重任职赵伟的立委在委会的主密都有通知会议赵伟但由于没有跟个别立委一一沟通 对于国民党立委费洪泰今日人开放媒体进入九楼大礼堂会场的才是予以尊重 林志佳指出很多立委之前和他抱怨审查前瞻法案预算时媒体冲进来很危险 很多立委受到威胁大家都很受不了 为什么不把媒体做区隔 表示现在的做法是因应立委需求维护立委安全 如果各界有其他的想法会在沟通 立法院在今年七月审查前瞻时曾发生有媒体实习生参与以水球攻击立委的事件 立法院可能是担心类似的事重到复彻